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 海豚能游得快的原因就是具有流线的外形 可以降低水流过体表形成的阻力 另外 它们光滑的皮肤也可以减少摩擦阻力 那我们人类也可以学习流线型的外表来减少阻力吗? 对哦 人类参考鱼类 鸟类的流线型体型 来设计飞机或船 降低航行时的阻力 咦 游泳选手穿的泳装真帅气 跟我们平常穿的泳衣不太一样耶 这个是鲨鱼皮泳衣 是一种模仿鲨鱼皮肤制作的高科技泳衣 穿上这个泳衣会游得比较快吗? 是的 在2000年雪梨奥运会 澳大利亚游泳名将伊恩索普穿上了第一代鲨鱼泳衣参加比赛 一局打破三项世界纪录呢 后来鲨鱼泳衣又经过几次的改良 几乎所有游泳比赛项目都因为选手穿着高科技的鲨鱼泳衣 而被刷新世界纪录 也因为这样鲨鱼泳衣饱受争议 最后在2010年被禁止使用 鲨鱼皮泳衣听起来好厉害哦 是什么原理可以让游泳变快呢? 鲨鱼皮由非常小的鳞片组成 科学家发现鲨鱼鳞片上粗糙的V型皱泽 可以有效减少水流的摩擦力 使身体周围的水流更高效流过 专业学手使用的鲨鱼泳衣 就是模仿鲨鱼皮表面的纹路 进而提高游泳速度 原来人类也会模仿生物的特点 应用于生活上 像这样从自然中截取灵感 借此解决或改善人类的各种问题 我们称作仿生学 还有其他仿生学的例子吗? 有的哦 科学家发现蝙蝠的回升定位 就是利用猴头的超高速肌肉 以每秒200次的频率收缩 产生超音波 超音波接触到障碍物或猎物会反弹回来 再由蝙蝠的耳朵收集回升 借此精准侦测猎物的位置 妈妈怀弟弟时去医院 产检照超音波 和这种超音波有关系吗? 其实超音波在我们生活中 蛮常见到的哦 像李李说的 医疗上可透过超音波检查胎儿 在腹部内状况 潜水艇的声纳雷达 也是超音波的应用 可以侦测海底地形 模仿鲨鱼皮的泳衣 和蝙蝠的超音波 是属于动物的例子 那仿生学中也有植物的例子吗? 跟植物学习的例子也非常多哦 你们有观察过 生活中常见的猫鬼毡 两块结合的布料是不同的吗? 两种布料摸起来 触感好像不太一样 对哦 两种布料一边有小钩 一边有小圈环 若将两布料叠压在一起 便能牢牢贴住 但用力拉开又可分离 这种神奇的设计 就是学习植物种子或果实 附着动物毛发传播的特性 常见的大花咸蜂草 就是被我们模仿的典型 魔鬼毡是非常实用的发明呢 原来也是借用了大自然的智慧啊 真是太有趣了 生物的构造有好多 值得人类模仿的 还有别的例子吗? 还有哦 你们有听过 出淤泥而不染吗? 我知道 这句话是在形容 莲花生长在淤泥中 却不会被淤泥污染 是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莲花不止出淤泥而不染 雨水落在莲叶上 不会散开 而是形成小水珠 这样的现象 跟它的表面特征有关系 碟叶上 具有许多奈米等级细小的鲜毛 使得滴落于叶面上的水滴 不易沾附在叶面上 所以形成滚来滚去的小水珠 称为连液效应 科学家利用连液效应 在物体表面 制造奈米等级的超微小土气 造成使灰尘 脏污 甚至水滴都无法附着 就能达到抗污除菌的效果 例如 用于衣物 鞋子的防水喷雾 马桶的抗污材质 都是连液防污效应的应用哦 我们来统整一下 今天学到的东西哦 人类擅长从自然中截取灵感 借此解决或改善人类的各种问题 我们称作仿生学 仿生学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可见 例如 参考鱼类、鸟类的流线型体型 来制造飞机或船的外形 蝙蝠的超音波应用于 医疗与地形探勘 学习种子附着于动物皮毛上 而研发的魔鬼毡 连液效应设计的房屋产品 还有高科技能增加游泳速度的鲨鱼皮泳衣 同学们 我们要继续与大自然学习 和大自然和平共处哦 想一想 生活中还有什么是人类学习 模仿并运用生物智慧的例子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哦